这绝对是你见过最诡异的案子 凶手将死者杀害后 为防止罪行被人发现 竟将死者捆绑并装进蛇皮带中 随后抛尸于几十公里外的江水 可死者仿佛有意识一般 一个月后不仅挣脱着蛇皮带 还逆流而上游到凶手身边 随后警方根据尸体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关于凶手的蛇丝马迹 最后成功抓获凶手 那么死者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09年1月2日晚 上海松江区黄浦江畔 松浦水文站的一处码头 一个路人正匆匆地经过此处 可只一眼就将他吓得再也止步不前 原来在距离码头的不远处 正漂浮着一具人形的物体 拿出手电筒凑近一看 竟然是一具浮尸 随后警方在接到报案后 迅速赶到了现场 再到了现场之后 民警都被这造型奇特的尸体震惊了 只见死者的背后 混着一根电脑网线 整个人以蜷缩的姿态躺着 而由于死者死亡的时间过长 整张面部已经被浸泡的肿胀发烂 根本无法辨认死者的长相 这对确认死者的身份 产生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找到死者死亡的真正原因 法医随即进行了尸检 而在尸检的过程中 警方却是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经过法医的检查 在死者的身上 没有发现明显外伤 这就说明 死者不排除是自杀 可对于这个想法 法医却不认可 尽管没有在死者身上发现外伤 但死者自杀的可能却是极小的 因为死者的背后 困着一根网线 而这也就造成了 死者生前全素姿态 而在发现尸体的地点旁边 有一处桥 如果死者想要从这里 跳下去结束生命 那么以这样的姿势 必然是不可能的 最终在大家的一致讨论下 警方决定先将此案定为凶杀 随后法医又对尸体 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 一个惊人的发现 给了警方破案的思路 在尸体的胸口位置 法医解剖出了两个假体 这表明死者生前曾做过龙胸手术 此外通过法医的观察 死者的身上甚至下体都没有体毛 这让警方觉得很奇怪 正常人除非是患有疾病 否则不可能将体毛处理得如此干净 警方推断 女子生前十分注意形象 很可能从事一些需要注意形象的旨意 凶手杀人后 刨是于几十里外的江水 尸体竟有意识般挣脱蛇皮带 逆流而上 游到凶手身边 而这一点也在尸体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死者生前在手上涂了指甲油 除此之外 她的头发也十分精致 除了精心打扮的发型外 头发上还有发胶的痕迹 这一度让警方怀疑 如此精致的女子 极可能是在酒吧 或是KTV等娱乐场所工作 当警方在周围的娱乐场所进行调查 却并没有发现有失踪的女子 于是警方只能从仅有的线索下手 就在大家都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法医带来了一个线索 原来从尸体里拿出的甲体上 法医有了重要的发现 经查阅网络 警方发现 这是一对价值高昂的硅胶甲体 在甲体的背面 有一串英文字母 而经过检查 这串英文字母正是麦格公司的缩写 这个麦格公司是一家外企 它的总部坐落于美国 而这家公司正是从事硅胶甲体制造的 并且这种国外进口的甲体 价格十分昂贵 在中国也仅仅只卖出过六只 这么昂贵的甲体 出现在一个二十岁的女性身上 而且一次性植入了两只 这说明辞职的身份一定不一般 随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查 果然有了收获 经查询 麦格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很少 唯一的一家正是在上海 随后经过调查 警方很快找到了为死者做手术的医院 而一般像做这种有一定风险的手术 都需要事先由本人进行身份确认 随后签字同意才能进行手术 在医院提供的手术同意书上 警方得知了死者的信息 死者名叫王丽华 是福建建阳人 就在警方准备拴着线索继续往下找时 医院方面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在手术当天 王丽华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人 不过是个40岁左右的男子 且由于手术费是对方支付的 所以他在上面也留下了名字 随后警方找到了对方的名字 这名男子叫赵卫明 而警方对赵卫明身份进行调查时 都被这个男人的身份震惊到了 原来这个赵卫明是本地人 他在当地的一家国企上班 是一位正处级干部 作为一个在国企有着这样地位的人 赵卫明的待遇自然优渥 他的年薪近百万 且在企业也有一定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 他还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 女孩惨死被抛逝于黄浦江 生前龙凶手术成破案关键 凶手竟是正处级干部 赵卫明的妻子是一位人民教师 两人还有一个女儿 女儿十分乖巧懂事 学习成绩也十分优秀 既然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 又有这样一个体面的工作 赵卫明又为何要杀害死者 原来对于这样安逸的生活 赵卫明之前还是十分珍惜的 可是随着时间长了 自己的地位和金钱的逐渐稳固 赵卫明逐渐开始飘了 他不满足于这样安逸的现状 骨子里的叛逆来了 便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他想要追求一些刺激 由于他的工作性质 身边自然少不了应酬 而身边人见他有这样的意思 也都赶紧巴结 于是在有一次出差时 请客的人将他们带至一家KTV 还挑选了几名女子陪伴 其中就有王丽华 尽管王丽华没什么文化 可他的外貌却十分出众 于是在人群中 赵卫明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年轻女孩 随后更是豪置重金包下了对方 之后赵卫明便决定包养对方 并将王丽华带至上海 给他安置了一个住处 这个住处就成了两人私会的地方 而赵卫明对这个情人也十分大方 总是名牌包包 化妆品为其傍身 可时间久了 赵卫明发现尽管自己一指千金 可却没有换来对方的百依百顺 这个跟自己女儿一般大的情人 脾气十分的大 为此赵卫明还得罪了不少朋友 这让他越来越反感 自己花重金金乌藏娇 就是想让对方做个听话的情人 可如今对方却如此叛逆 于是赵卫明便想要结束这段关系 都说情神容易送神难 赵卫明就是如此 当他提出分手时 却遭到了对方的强烈反对 甚至对方还扬言要曝光他的丑闻 于是在对方的威胁和自身的愤怒下 赵卫明失手杀了对方 害怕尸体被发现 赵卫明便将其装进编织袋 随后开车将其抛至几十里外的江中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尸体竟然逆流而上 而且帮助警方找到了真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尽管凶手将其抛尸下游 可江中来往船只较多 警方推断 藏尸的袋子极有可能是被船只勾住 并跟着一起来到了上游 过程中编织袋被扯断 才让尸体暴露在水面 面对警方的询问 最终赵卫明承认了自己杀害死者的事实 并受到了法律的审判